大家现在做一个动作,不用剪刀的,找手,全部都做的,这样打直,然后对摺一次,对半摺,再对半摺,摺三次,摺到这么细,然后找手,撕就可以了 用手撕了就这么长,好,撕完整张后,像女士们那样,用手拿着,拉巢它,我们扎东西就靠这张沙纸,整巢它,然后再搓成一条有绳的绳状,就扎上去,行不行,就是,好,行不行,那些纸没搞那么久了,我们准备开始要扎圈了,要不然就今晚宵夜等了, 现在我给大家一个长度,那条触面,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长度,大家看看是不是一样长度,好了,是不是一样长度,好 今天晚上就在多航三院这个油麻地天雷庙旁边这个福吉池这里,就做了一个中秋羊土灯笼的工作坊 多航三院邀请了我,帮忙教一班朋友,去中秋节之前,完成一个大的纸祭的羊土灯笼 那为什么羊土呢,会选择羊土呢,因为首先第一,那个受制于这个时间呢,因为它是有两个几小时的课程时间 那金鱼啊,或者是兔子呢,会超出两个几小时的工作时间,所以是唯有羊土比较适合一些 所以我们选择了羊土来教大家,加上中秋节啊,羊土啊,时令生果啊,又或者是灯笼的灯色方面呢 羊土都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,一看就知道是中秋节的一个灯色 所以选择了羊土灯笼的策略 参加者有没有需要特别的进行去参与这个国际呢 基本上它报名的时候就没有任何要求的,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学过,没有接触过 只要它有兴趣,有耐心,有恒心就可以了 那它们上课的时候呢,我会由基本,集合,写贓,几个工序啊,解释一下一些触灭的特性啊, 怎样做法啊,运用一条沙纸的扎作啊,然后完成一个羊土灯笼的竹笼之后,就撲纸,铺上一些颜色的纸,然后修饰,装饰,就基本完成了 还有安装了一盏灯,希望它们能够在两个多钟头之后,今天完成了 在中秋节有没有什么说话,可以和这些事件表现 预祝大家今天是农历8月13日,预祝大家中秋节,明天迎月,上月,接着追月,14,15,16, 三天都人月团圆,合家安康,个个都开开心心。 同时,会认同时,里面参加一些颜色的感觉, 不是预想的对务才能还可以合成续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